主办单位今天下午在座谈会中说明这项调查结果是这样的 60%的严谨业者表示他们经常遭遇到劳工缺乏的问题 而工人平均缺工率高达37.8% 推敲其中的原因主要是景气过好 大家乐喊待遇太差而引起的 但是对于大家乐的影响却也有人有不同的意见 这个大家乐的开讲也只不过是一个月两天 那么今天的这个劳工的缺乏也不是说这两天的问题 我不敢讲说我们的业者我们的同仁没有玩大家乐 但是这个大家乐究竟对营造业影响多少我想非常的少 与会人士以为营造工人对工作缺乏兴趣 其实应该从多角度进行探讨 这包括社会大众以及劳工自己对于这项行业的评价 营造商人的心态以及工作环境等等 一般的这种传播媒体它所提供给这个劳工大众的这个印象 是一种中产阶级的这种的生活方式 那么这个劳工他接受了这样的一个印象 接受了这种心态之后中产阶级的心态 他就并不以从事劳工劳动工作为荣 我们的业者光启不舍 那为什么是光启不舍呢 就是只问我们今天的这个工人来做 不问我们工人的来源是哪个地方 在费性方面几乎是说灯一灵 那么很少只有少数的业者在这方面有做 其他都不做 营造业的工人他们一个月的薪水大概是 平均薪水大概是一万四千块钱左右 那么制造业的工人的薪水 那么大概是一万六千块钱左右 那么这是指男性的工人 所以就营造业跟制造业来说的 那么他们两者的工人的工资差异 那么是存在的 此外营造工人普遍学历不高 90%集中在中小学学历 他们迫切需要技术培训 以提升研建水准 此外政府也应该重新检讨 政照制度的是否健全 因为既然规定建筑工人要考执照 那么就应该切实贯彻执照的专业性 对无照从事的工人严格取缔 也唯有如此建筑业才能够走上轨道